屏东县长周春敏7号宣布和教育基金会持续合作 再签下三年合约 并且由劳动纪青年发展处以及教育处来携手 未来将延续地方创生以及创新教育的理念 培育青年人才 投入偏乡教育服务 在大家的见证下 屏东县长周春敏与为台湾儿交基金会再签三年合约 以屏东教育创新基地为据点 借由基金会领先 在偏乡培养许多代理教师的师资 未来将为平南地区服务 能够来到屏东 还有来到国境之南 然后扎根 那有三年的合作机会 不管是小孩 同学 孩子 社区 家长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也同时的在帮我们培养了一对 非常非常坚强的教育的胜利军 总共将近113位 我想这是无比强大的能量 秉持以孩子为核心 然后去依循着这整个基地的愿景跟价值观 那核心的价值呢 就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汇聚跟永续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基地能够促进更多的年轻人 还有教育的工作者 还有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更加茁壮 基金会表示 未来将与当地居民和业者合作 透过不同专业的聚集 去碰撞出火花 发展更多教育的可能性 2022年正式启用的屏东教育创新基地 是由屏东县政府和为台湾而交基金会 从2015年开始合作 将闲置的校舍活化而成 屏东县劳青处说 未来也将持续与地方教育工作者和创生青年团体合作 让青年可以留在屏东实现教育的梦想 新唐人亚太电视刘彦旬 李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